好 我們看全球的農業供應鏈完全掌握在美國的企業當中 但這個企業當中缺一不可 所以美國經濟不管再怎麼糟糕 這個只要農業的這個拖拉式的結構沒有做改變 不管是從上游到中游的交易方式到下游的一個通路跟需求 美國的企業完全掌握到 那我們就注意到關鍵的一個方向 孟山都有專利 杜邦是這個全球最大的化學集團之一 那這個CPOT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你說要改變它也很難 那另外美元計價的環境 這個目前美元的走勢也是牽扯全球的一個國家發展 那不要講麥當勞跟PNG 這些都是我們電視台大廣告組 所以基本上他們掌握這個農業商品之外 變相影響力也非常大 可是最關鍵大家最陌生就在這四大糧商的身上 我們先跟他們介紹全球80%的農產品貿易 不管剛剛講到小麥 不管講到的黃豆 不管講到玉米 還是咖啡可可等等 全部是這四大糧商完全做掌握 那四大糧商我們這跟官方講他們叫ABCD 所以我們今天電視台叫ABCD 第一家A叫ABM 這美國的ADM的這個集團 第二大是美商邦級 他第一開頭的時候我們叫AB 第三名是美國加級 他第一個英文證明是C 第四大是法國的路易達福 這四大糧商所以剛好取他們的英文名叫做ABCD 所以這個過去常講ABCD ABCD這四大糧商的影響 那我們看這四大糧商的背景喔 包括現在美國的ADM集團是1905年創造 他是全球最大的加工商喔 不管是油脂玉米小麥加工商 他是全球最大 另外他有三分之的收入來自於黃豆花生等等的一個加工 他目前是世界500大當中的第50名喔 你很陌生這家公司喔 世界500強是第50名喔 那我們看另外一家也滿大的是美商邦級喔 這個美商邦級他是1818年成立喔 在荷蘭阿姆斯丹成立 他初期是幹嘛 他是做殖民地生意的喔 光明就妙了 他是帝國主義早期的代表 他殖民地的一個香料跟香蕉生意 後來他整個集團搬到了阿根廷 那時候剛好也是這個歐美國家殖民南美洲最高峰的時候 他在美國做發展 那目前他是整個拉丁美洲 南美洲最大的這個化肥供應商 最大的農產游泳商 最大拉丁美洲的糧食出口商 他完全抓死了整個南美洲的進口出口 跟整個農產的供應鏈 他世界500大旁民他是第138名 好另外我們講全世界最大 這一家就恐怖了 叫美商邦級 這邦級在台灣也很知名喔 像台灣的統一跟邦級有合資公司喔 這個邦級在台灣的公司也不少 所以只是因為他沒有品牌 所以你可能對他很陌生 他是全世界 他1865年創立的 他是全世界最大私人控公司 什麼意思 他並沒有上市上櫃喔 所以這家公司的財報 跟他到底基因什麼項目 沒有人能夠完全的知道 他非常非常的神秘 這家公司叫美商家籍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糧食貿易公司 他是養了全世界最多的 牲畜這個養殖公司 也是美國最大的玉米的飼料公司 因為他並沒有上市 我們只能從他的營業額來推估 他假如上市的話 假如能夠掌握到財報 他應該是世界500強當中 排名第12名的 哇 這家公司真的很恐怖 他竟然沒有上市 老闆自己的慢慢賺了 這是全球500強 我們可以初估排名是第12名 另外法國的路易達夫 是1851年創立的 他掌握的是歐洲所有的通路 也是整個歐洲 俄羅斯商業 農糧往來的第一大貿易商 我請教他很久 我們這四大貿易商 其實台灣的官朋友非常非常陌生 可是官朋友你不知道 你每天都跟他有關 不管你吃的沙拉油 沙拉油是由黃豆炸的 黃豆就是四大糧商所做批發貿易的 像包括統一的一個家籍 基本上供應了台灣 很多你吃的雞 你吃的豬 你吃的牛 咋是台灣產的 基本上是吃家籍的飼料 他沒有直接賣給你 可是透過你吃的雞 吃的雞蛋 喝的牛奶 你就變相被家籍所掌控 那另外像邦吉 這基本上拉丁美中所有的像咖啡可可 基本上你也跟邦吉有關 只是大家都都很陌生 可是他卻掌握全球80%的農糧貿易量 我們怎麼看這四大公司 這四大公司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它是500大的企業 全球500大 台灣有6家 我們比較耳熟能想的台積電 鴻海 但是台積電做的是金岩代工 鴻海做電子的零組件 欸 我不一定要買啊 對 對不對 我不一定啦 我今天假如說我做一個 魯賓孫的話呢 我就不一定要用科技產品嘛 對 但是呢 你要活在這個地球上 你每天就是要吃 所以四大糧商呢 最大的爭議就是說 它用種種的一個全球的產業的供應鏈 牢牢的控制了60億地球人口的位 那這個地方呢 爭議性就很大 那另外一個 他們的特色就 刑事低調 甚至像那個 西的加吉 那個在加吉裡面啊 你任何的網站啊 去找他一下 甚至他的管理階層啊 各方面的資訊啊 莫測高深 對 然後呢 很像特務機構 特務機構 然後政商關係很好 為什麼 因為四大糧商啊 他們最怕的是說 類似俄羅斯這樣 禁止這個小麥出口 哇 那這樣的話呢 大家都是採取這種禁止出口的話 只管自己國家的人民肚子吃飽 那不管全世界的這個其他的國家的話呢 那他們這個農產品的貿易量的 交易量就會減少 那糧商的這個獲利的利潤就是 就會減少嘛 他們最怕這個 所以他們啊 都要跟各國的政要 各國的政府呢 維持了很好 友好的一個關係 那再過來 很重要的 他們都掌握了一些機會 我就舉一個例子 1990年的時候 巴西來一個大豆的一個危機 我們知道剛才木華講過 巴西大概也是重要的 這個大豆的一個出口國 大概僅是美國是世界第二大 他們用什麼手法呢 那大豆維基來的時候呢 這個巴西的農業的信貸啊 就是這個貸款 緊縮了 對 農民就沒有辦法借到錢 好 那這世大良三 不管是ABCD 一手有這個我有種子 有化肥料 然後有這種各方面的技術 來 跟這個農民講說 好 我現在我借你錢 我貸款借你錢 很優惠的這個借你錢 但借了錢以後 我也有很好的條件 你們現在趕快買我的種子 買我的肥料 趕快去種大豆 種好了以後 我還負責把你全部都收購 那農民想一想 巴西的農民想 哦 他好看的事 對不對 好 所以跟四大良商借了錢 然後來去做這個施回